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最新研究報告指出 中國大陸未來將是全球受氣候變遷 影響最大的地區之一 其中華北平原在82年後 將會熱到難以忍受 數小時內讓待在戶外工作的人 有性命之餘 是全球最致命的地方之一 然而這樣的噩夢 似乎已經開始顯現 它不是未來市 而是現在進行市 已經持續半個多月的高溫預警 從內蒙古 河北 天津至遼寧 街逼近了40度 首都北京這幾天 清晨6點就已達30攝氏度 日均溫38度 外面比較悶熱 渾身出汗出得相當厲害 就稍微動一動就滿身大汗了 高溫天氣 泳池擠滿了泡水消暑的民眾 而在山東濟南艷陽高照 地表溫度接近50度 在馬路上執勤的交警 揮汗如雨 對我們這個工作來說 站在路口上頭頂著太陽 就好像頭上在烤 腳底下在蒸 這樣惡劣的高溫天氣 對於我們的工作來說 確實是一個極大的考驗 補充完水分 還是得繼續與高溫奮戰 而在遼寧瀋陽追平1952年 領續5天超過35度的紀錄 貫磁洞濕地 四分之三的面積干涸 大量的漁群暴毙 就28號之前 這個水溫得有啥 得有15公斤 現在你看這裡都是啥樣的 現在是剛剛列上這樣 天氣的地方是40一度吧 這水溫有點太高了 氣象部門表示 沈陽這樣的高溫天氣還會持續 醫院裡則因為民眾中暑而爆棚 我們家是臥室有紅條 但是客廳沒有 在臥室裡面睡了一宿 再去客廳來回溫差一遍 然後就發燒了 一段燒烤模式的段子 形容得很貼切 如果給你陽光也就出汗 那這個天氣出門 你就能夠氾濫 還有不用鍋蓋也就是燒賣 不用發麵也就是蛋黃派 一般民眾用來調侃自己的心情 而湖南和湖北的民眾 則因為岌岌可危的稻子 頭痛不已 有半路什麼多的水田 已經基本上開年管江的時間 如果是在露天不露 基本上就接受 除了水稻 玉米 花生 辣椒 以鷹汉象有不同程度的受害 農民不斷開闢渠道來取水 希望能讓災情減到最低 而在安徽 眼下正是水稻結碎的重要關鍵時期 需要大量的灌水 但從7月中旬至今的降雨量 比去年減少了5成 這一點點的水量 幫助實在有限 一場搶救水稻大作戰的任務 在江淮平原展開 當地水務部門把鄰近水庫 全部開閘放水 同時辟池飲水灌溉 就是要保障水稻蓋 能夠正常生長 而在福建莆田 下屑是鹽廠工作最忙的時候了 日震當中的鹽田溫度高達61度 善岩工人在毫無遮蔽的空曠鹽廠 只能將自己包得緊緊 海嘴挺弱的 穿水鞋 你如果皮膚好的 就還可以 皮膚的好全部都爛掉了 我們一出來就是口罩戴起來 還是穿那個黃摘衣 要不爛的話不敢出門 整個皮膚全部都在脫皮 這個戰品很弱了 不好注意不停 這天氣太弱了 而今年為什麼南北特別熱 大陸氣象局高級工程師朱定真指出 都是負熱帶高壓惹的禍 如果我們從天氣系統看的話 實際上這一次是一個 同樣的一個系統 控制了南方北方 只不過這個富高的中央區 也就最強的下層氣流區 現在是偏北在控制的 津津濟寮這一帶 但是它整個的主體 依然是一個富高的控制 所以在富高控制下這種悶熱 就濕度大風小 而且日交叉也小的這種悶熱 比較難受的體感 這就表現出來了 大陸多地熱力不減 而伴隨而來的 則是江淮 江南東部等地 遭逢暴雨及冰雹等強對流天氣 尤其是在四川盆地 雲南 廣西 河南 都因為短時長降雨 造成了失去淹水 河南中口市下了一上午的雨 由於雨水又急又猛 下水道來不及疏通 導致市區道路變成了河川 而在雲南的滷水 暴雨引發了土石流 三百多個居民連忙逃離 而四川同樣遭受強降雨影響 沉多鐵路中斷影響交通 工程人員連夜搶修 而大面積的山體滑坡 造成了民眾無家可歸 越西縣城遭逢大水吞噬 災情最為慘重 實際上這樣的大水 湧進縣城的情況 並不是特別的多見 主要還是因為 從昨天晚上到今天 上午的降雨量非常大 已經達到了大暴雨的級別 那麼觀測到的最大降雨量 是超過150毫米 而越西縣城的12小時的降雨量 也已經超過了100毫米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這些水是非常湍急的 最大暴雨 最強高溫的雙重夾擊 中國大陸各省市 強救水壞和乾旱 分頭進行 氣候邊遷的情形 發生頻率比過去頻繁且密集 這已經註定我們 將處於更艱難的環境中